同学们好 今天的课程内容继续在昨天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升华 今天以案例为主 重点是让大家对PS的技法有一个质的提升 今天我会绘制两个案例 第一个呢是将相机图标去进行一个完善 第二个是我们还继续绘制一个更加精细的图标 那我们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课程内容 我们先将相机图标拖到PS里面 那么这是我们已经画好的部分 形状都已经绘制完成 在绘制图的时候呢 这里有一个技巧 大家在利用这个辅助工具 抓手跟放大镜的工具的时候 记得我们尽可能的让它在100% 也就是实际像素下去进行显示 还有快据键 康却加数字1 一定要在这个技术上去进行绘制 当然你要绘制一些细节的时候 你可以放大 你要绘制整体效果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适合屏幕 但一般情况咱们选择100%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绘制完这个图标 最终给用户或者给别人 去进行呈现的时候 就是100%大小 所以经常如果说你放大的来做 你会发现到时候你 做完之后最终的效果 它并不是你所想要的 所以一定记得在100%下面 或者叫做实际像素下去进行设计 继续调出原调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上 还有哪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检查一次 如果觉得都OK 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 陆续的来绘制它中间的一些效果 然后会觉得这个好像太大了 都快点它变了 这个有点小 有点压不住 比较这个稍微放大一点点 三个图层同时选中 按住shift和按住键放大 搞定 大家看这边的图层已经比较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养成分组的 这样一个好的习惯 将这么多图层去分成不同的组 就像我们的这个文件夹一样 它需要一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 里面去装很多文件 方便我们后面去进行查阅和进行修改 先将这个建架组 先将这个建架组 这是中心logo 再将这三个建架组 这是左下文字 再将右上这个建架组 这是右上这个是闪光灯 这是中间的镜头 再来看一下 这是外圈镜头 这个是图标外框 那么这些文字进行让自己知道是写在哪 它在命名上面 其实是有非常严格的规范的 但在做图标的时候 没有 做图标的时候 你只要自己认识就行了 到后面我做一些大型的项目的时候 它是有一些固定的规范的 那么这些规范的后面会给大家讲 因为到后面做一些大型的工作项目的时候 大型的项目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团队去完成的 那么这个时候团队之间的相互配合就非常关键 现在图标一般都是我们自己独立完成 设计是独立完成 所以这个上面的文字 大家自己能够认识就OK了 知道指的是哪一块就OK了 读明好了之后 再来看一下其他效果 调出来 将它进行缩小一点 首先它有一个投影 然后中间再有一个纹理 我们从外往内去进行设计 当然你要是说从内往外可不可以呢 先做中间 再做外面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的 这个顺序无所谓 但一定记得 我们在做效果 不要一步到位 不要一步到位 我们先将它做个大概效果 最后统一起来 一起来调整细节 这样不容易出错 否则我先做个外框 做得非常非常精致了 然后再做里面的镜头 有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外面的这个外框 跟里面的镜头 它不协调 细节上不协调 那得再调 这样会浪费时间 会降低工作效率 所以先做大概的效果 那么先将投影画出来 来看这个投影应该怎么画 投影呢 在绘制方法上面 在工作中间 一般都是直接用像素涂层 去进行完成的 先吸进一个涂层 用什么呢 用渐变工具 选择黑色的渐变 黑色渐变中间选择 镜像 再选择第二个渐变 由这个黑色到黑色 透明度有百分之百 大分之零的这个 一般都是这样来绘制的 这样一个渐变 在以后工作中 用的特别特别多 因为它可以通过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效果 去做很多很多的一些 其他的样式 都是基于现在这个基础上来做的 先换一个 然后它应该是扁的 所以砍一下T压扁 拉宽一些 高度上也不需要那么高 压扁一些 做的类似这样一下 第一层 它好像不够 它中间好像再有一层 拖映不是一次性化完的 然后它再来一次 复制它 抗去加 接近复制一层 将它进行缩小 再压扁一点 这么这个呢 我们将它放下来一点 再放下来一点 记得用两层来做 不是一层 一层有时候不够的 要两层 让中间黑色变得更深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头影影子的部分 就基本上画完了 可以调整它的这个位置距离 你要是往下放 感觉像浮在空中 对吧 这个就感觉像 放在地面上 或者放在某个台子上一样的 那么这个画完之后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在底下好像有一个厚度 这个厚度 也是在外框的 我们可以将它这个原有的 这样一个外形 给它复制一层 给它做厚度 怎么做呢 复制一层之后 用小白工具 框选下面四个点 选中下面四个 这个点还现在看不见是吧 我们按Ctrl Shift 叫H Ctrl Shift 这件H呢 是这个路径线的隐藏与显示 还记得Ctrl H吗 Ctrl H是所有辅助线 你看 全隐藏了 出现 全部出现了 那么这边Ctrl Shift 这件H 它这个路径线 隐藏与显示 现在看一下 上面四个点没有选中 下面四个点选中了 将它往上进行移动 往上移动 移动多少呢 这个自己目测来啊 然后将下面这个颜色 咱们改得更深一点 下面的 那么这是厚度就有了 先给它做出这个基本厚度 再来看一下中间它的一些其他的效果 其他效果呢 先来看一下这个纹理 斜纹 这个斜纹应该怎么处理啊 斜纹它应该是多画很多条 然后呢 一根一根的让它等宽 也就是应该是平均分布 然后再将它进行斜着的 那么这个绘制方法呢 我可以直接用 具体过去先画一根 先画一根 颜色嘛 我们就直接给它改成 白色 然后呢 找一下构建 复制 移动 两个吧 我们要是一直复制下去呢 有没有快捷方法 有的啊 这位给大家讲两个快捷方式 第一种 先画一根 按住ART键 拖转 23456789101112131414151617 有了这么多 然后呢 将这一些全部选中 在移动工具下 选择平均分布 高度对齐 有了吧 然后将它抗去加 E进行合并 有了 横的有了 做成斜的应该比较简单吧 拉长一点 旋转一下 旋转个30度吧 猪可以实现 然后呢 将这个多的部分 将它做剪切蒙板 抗去ART键剪进来 不就有了吗 角度还能再来一点 再选择个10度 那总共是40度的 可以了吧 当然不需要这么明显 咱们可以给它降低 透明度的方法 这是第一种方法 实现了 露出这个还有别的方法 咱们继续用这个选框工具 这个隐藏啊 先画一个 然后呢 复制 抗一下T 进行移动 为什么抗一下T呢 这是为了以后三件加T用的 有了吧 然后三件加T Ctrl RT 加T 345678910 一直按 也可以实现吧 我将这个画宽一点 宽一点 复制一层 抗一下T 移动 然后三件加T 走 将它同时 继续将它进行合并 抗一下E 你说我不旋转 我将它斜切 可不可以呢 选上面这一块 将它往右边移动 斜斜斜斜斜 这种方式也可以 不一定是旋转吧 一个实现 剪进来 那么这是我们 对于工具的 一个不同理解 一定要知道 我们有不同的 这个实现方法 我去用这个粗的吧 然后做进来之后 降低透明度 20% 不然这个颜色 还是不好看的 它有点泛白 因为它本身是白色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记得要选择 图成混合模式的 要改一下 这里一般 咱们选择的是叠加 或者是柔光的 这个图成混合模式 快发现 来看一下 它比原来 要选择更加的柔和一些 这个我现在选择是叠加 或者是柔光 选择叠加的这个 这是原土的 这是直接降低透明度的 不然区别很大 这个会柔和很多 我会选择这种方式 会更加的可取一些 就像柔光 柔光 柔光会显得更好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外形 它的基本效果 咱们就将它给打造出来了 画了投影 画了渐变 画了这个立体感 还画了这个纹理 然后再次